今天台北股市行程開低走高 我知道有很多人覺得非常非常懊悔 為什麼懊悔 因為昨天台紙期貨 他結算結算在飆飆準準天花板 那我請問大家 你的空單可以撐到今天嗎 難道你昨天可以打電跟銀燕講說 我不要結算 我不要結算 我再留一天 我將蛋白就拿 你可以轉倉啊 可是你連轉倉的勇氣都沒有 因為昨天是一路嘎一路嘎 從早上開盤一路嘎到縮盤 可是有時候我在想人生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不要想盡辦法 第一時間擁有一個所謂主力的心態 就好像在昨天9點03分 乃至於9點43分 禮拜的時候 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一個標標準的很多 甚至包括 昨天為什麼台北股市會拉高做一個結算 因為很簡單 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外資賣的4000口 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縮盤大於關價 縮盤大於一個所謂AC 這句我跟大家講 可能更好笑的 昨天盤中10點50分 這一個所謂往下的夜髓擊殺 但同意你要看到短短兩天時間 短短兩天時間700點的夜髓 縮效是什麼來的 10點50分 這一個擊殺 麻煩再看一遍 你看到這個擊殺 你的老師是不是告訴你要放空 因為會壓低結算 原來看圖說故事也能夠當投顧老師 結果麻煩你問我的會員 在10點50分的時候 我還是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標標準的多 就這樣子用180點 所以說兩天加起來剛好將近700點 那你說好開始進入今天囉 今天台北股市 因為美國股市利空出現往下跳水 那我說過你可以開始選擇嗎 跳水到底是開低走低還是開低走高 你要二選一喔 那我請問大家 今天早上9點20分的時候 我有沒有很清楚的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它是一個標標準的多 這一個主力心態多這樣子就120點 老師啊你怎麼像一般投顧老師一模一樣啊 每天都買最低賣最高 好再給大家一個選擇喔 基本上你今天你要怎麼樣選擇 一個所謂投顧老師呢 我說過了很多投顧老師 我講坦白 那是個標標準準的話術 就像今天微盛連續兩天兩根紅K棒 他一定告訴你呢 他等於說他把微盛呢 用我說過了嘛 你要做圖做假很簡單啊 你小畫家把它印出來的時候 小畫家一個橡皮擦 你可以把過去微盛這兩根紅K棒給擦掉 擦掉 甚至看你要怎麼擦嘛 你可以擦到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的時候 你說微盛 你看這邊我買進 結果四個一個禮拜之後 我賺了三成 我賺了四成 可是呢 我也在跟著我報告 你今天要找什麼樣的老師啊 最近我講坦白的 帶槍投靠的投資票真的很多 那問題為什麼你們要帶槍投靠呢 因為現在的投顧老師的話術 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厲害 為什麼越來越進步越來越厲害 因為很簡單 現在你都知道呢 目前而言就投顧而言啦 不要說你們啦 目前因為新冠肺炎 就各行各業的夜水角度 那是個標標準準的寒冬 那很多投顧老師 因為他們上的電視 有百萬的夜水電視成本 所以說他會想盡辦法用騙的 漲的時候漲的時候 他馬上就像我常遇到這樣的 投資朋友帶槍投靠 譬如說今天跳空開高 你的老師就會摳手中基本多單續報 然後今天往下跳開梯 馬上摳手中基本空單續報 有多單嗎 有空單嗎 根本是一個標標準準的空氣單 拍謝我這樣拆投顧老師的台 我講坦白這不應該去擋人家財路 可是我講坦白那不叫財路 那叫做牛鬼蛇神啊 那根本連神都不配當上 那叫鬼啊 他們憑什麼不能擋他們的財路 因為他們就只是花槍走板的騙子 那我說你今天你要怎麼樣選擇投顧老師 以我的花色以我的長相 以我這麼大的耳垂 我每天我告訴你我買最低 我賣最高 你們一定會相信 可是我說過了 你要怎麼選投顧老師 如果每一個投顧老師真的正面準 麻煩今天早上9點20分 Telegram發不用錢喔 Linead發要錢 你懂喔 Telegram發不用錢 Linead發要錢 那我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9點20分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太多 結果有沒有一口氣先漲了120點 結果來到花最美的時候10點44分 有哪一個投顧老師告訴你來到332 會開始上下震盪 10點44分 有哪一個投顧老師告訴你 來到332會上下震盪 那不是有很多投顧老師告訴你說 學技術分析會三條線 你事後改軟體參數 當然可以每天買最低 每天空在一個所謂最高的高點 那如果說連這樣 你都沒辦法選對投顧老師 麻煩你自己真的回家種田 我講的話是講的非常非常嚴重 為什麼 因為這一兩天的我留所在公司 留的非常非常晚 因為我要研發新的軟體 新版的軟體 那麼有很多投資朋友 代商來投靠 然後照例你都會幹掉 靠腰你的投顧老師怎麼騙 那是你的一個所謂問題 至少我是全宇宙 唯一敢做到一個所謂事前的預告 那問題為什麼我敢一般投顧老師 反而不敢因為很簡單 他們根本不知道主力做手操作 還是價格價格的觀念 包括周線月線官價 包括一個多空主義下 那藉由這一些完整的夜水資訊 我們有沒有辦法從新春開放盤 到現在去掌握2萬多點的波動 我不跟你講2千多點 我跟你講2萬多點 而且藉由的夜水主力心態 你會放空 你會放空 就一口氣跌了1200點 沒錯吧 你也會在3月23號 主力心態有空轉多 你們的Telegram9點07分 我有跟你預告喔 甚至包括晚上7點12分 禮拜二一樣 都是跟他324一樣 預告主力心態多 禮拜三一樣預告主力心態 是一個標標準準多 結果一路漲 一路漲漲到3月27號 跟你預告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結果有沒有跳水 有沒有跳水 跳水完整 又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有空轉為一個多 抱歉這樣短短10天 短短10天 從3月20號到3月30號 加起來總共4868點 有沒有藉由主力心態 幫你每一個禮拜 去掌握千點的夜水波動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要去下載我的軟體 這是為什麼你要去檢視你手中的一個軟體 有沒有主力心態 那同樣的現在很多說 謝老師我現在放無心教 我沒製作那沒關係 你要想盡辦法去強化你的專業知識 就像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我得來給大家看證據好了 我們先講國劇好了 那國劇今天收盤好不好 國劇昨天外資賣了好像七八千口 七八千口 只有同性買了兩千多口而已 就籌碼的角度他是不利的 可是我很清楚跟大家預告 國劇今天的收盤是大於關鍵價 收盤大於AC 我們才在慢慢交代 那麼請問大家 不管包括關鍵價 不管包括周關鍵價 不管包括日線多空的夜水防火價 不管包括AC 你到底會不會算 我今天我的股票 我贏你們的地方在於哪裡 再來一遍 很多人說 是要是我又不做指數期貨 我需要了解大盤嗎 難道你不知道 現在是全方位的夜水 整體的夜水策略嗎 我請問各位 4月1號的那一天 愚人節那天 我最笨 我最傻 我是智障 我是白癡 只要我告訴你 主力心態 他是個飆飆嘴嘴的多 而且我不只跟你預告 主力心態多 我又跟你預告周限 他是個飆飆嘴的紅單 主力心態多 外加周限紅單 一口氣漲到結算 漲了一千點 還沒完 上個禮拜二 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是個飆飆嘴的多 好 我就用最少的 慢慢算給你看 禮拜二 那我請問大家 上個禮拜你敢做多嗎 10月7號 行程按頭跌破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多 禮拜三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 還是個飆飆嘴嘴的多 我還告訴你 千萬不要放空 只有禮拜四 有沒有跳空開高 跳空開高 往下擊殺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多 上個禮拜 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 還是個飆飆嘴嘴的多 而一切的種種 一切的證據 如果說你真的有好朋友 壞朋友你就不用介紹他了 我的一個所謂的 Telegram ID是PRO PRO的縮寫 叫PRO1018 麻煩介紹給你的 夜水好朋友 上個禮拜我一樣跟大家預告 主力心態 它是個飆飆嘴嘴的一個多 結果光禮拜五的一天時間 有沒有高達將近有180點 6天時間有沒有1134點 之前10天時間看到沒 剛剛你看到10天時間 2000多點 同樣的6天時間有沒有高達1134點 所以說越混亂的行情 你只要第一時間擁有的 夜水主力心態 你能不能夠每一個禮拜 去掌握千點的夜水波動 所以全方位360 玩是老話一句 除了給大家魚吃之外 好魚吃之外 更重要你要學習主力做手的釣魚技巧 因為當你懂得主力做手的釣魚技巧 你懂得在4月1號 4天長假之前做多 做多結果 隔4天長假之後隔天的跳空開高 一口氣在5分鐘之內長的300點 你懂得這樣子大轉大轉大轉 更重要重點 為什麼你要擁有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再來一遍 基本上在過去你的夜水操作 你為什麼要找頭顧老師 因為很簡單 自己賺不到錢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自己賺不到錢 因為很簡單 你每天可能一下做多 一下放空 一下做多 一下放空 非常非常的忙 那我請問大家 你現在所找的一個所謂老師 他也是告訴你一下要做多 一下要放空 一下要做多 一下要放空 如果每天的多空方向 都不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大家 你自己做就好 你幹嘛找頭顧老師 可是我在節目當中 我再給我強調 你為什麼你要擁有主力心態 因為主力做手95%的時間 他只有一個三歲小孩 都懂得一個所謂單一的方向 他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單一方向 不像一般頭顧軟體啊 每天訊號四五個 然後呢 你的老師 你的老師 在節目當中所講的軟體 跟你講的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一下你要看一分鐘線 一下看五分鐘線 一下看三十分鐘線 一下看六十分鐘線 哪一個軟體 對你的老師就拿那套軟體出來 其他他根本不敢給你看 可是我們的軟體特色在哪裡 麻煩你問我的夜水會員 95%的時間 我每天的操作就只有單一 非常簡單的夜水方向 更重要 我們也懂得夜水多空的夜水防守價 什麼叫單一方向 什麼叫多空防守價 再來一遍這個是禮拜二 禮拜二禮拜二 台北股市開高 吹車往下擊殺 擊殺的時候 很抱歉 你的軟體已經是放空訊號 可是我卻告訴了會員 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很多 所以包括9點48分 我一樣預告主力心態 還是個標標準的多 9點48分有沒有漲很多 然後形成一個按頭往下殺 你的軟體有沒有放空訊號 一下做多 一下放空 一下被扒來扒去 趕快帶槍來投靠吧 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電視成本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說這是為什麼很多投顧老師 在電視裡面使盡吃奶力量 騙最主要的夜水原因 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你們是最幸福的 這樣有沒有輕輕收收500點 為什麼500點 因為很簡單 禮拜二跟大家預告 收盤大約關價 收盤大約A7 即使禮拜二外資賣了4000口的多單 我有沒有很清楚 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這個標標準多 結果昨天有沒有拉最高做夜水結算 那同樣的你說老師 可是要學習這什麼AC啦 高級的啦 星期、星期、星期 然後學習主力心態 計算很麻煩 那沒關係 你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你能不能夠在第一時間 看到主力的夜水心態 同樣的你看到電腦版 同樣的你也看到手機版 你有沒有看到非常完整 非常明確的資訊 那麼昨天10點50分 這個垂直往下擊殺 回答我 如果你的老師等於說 過去這兩天 包括今天一樣 大家閉著眼睛 三歲小孩 連不會走路的都做多 都賺錢 那你的老師如果說 連三歲小孩都不足 帶你放空賠錢 我只能奉勸電話號碼記起來 0223923988 甚至於現在手機直接拿起來 這不是手機 手機直接拿起來 很多說謝老師 現在波手機很貴 一通要10塊錢 抱歉 現在都是吃到飽的 而且手機公司 他都每一個月給你往內互打 往外互打 你至少有10到20分鐘的免費 不用真的很可惜 不用也是電信公司 把它放在口袋裡 那我們的公司電話號碼是什麼 0223923988 為什麼要選擇謝文 因為很簡單 我們除了給大家魚吃 教大家釣魚技巧 更重要 在這種武漢肺炎疫情 這麼嚴峻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每一個月遵循 行善不施的夜水好步調 所以說我們所做的每一件善局 老天爺完全都看在眼裡再來一遍 今天為什麼會開低走高 為什麼 因為昨天我跟你預告收盤大於關鍵價 可是昨天的收盤 他是小於一個所謂的A7 只有今天開低 那開低能不能買嗎 開低 那老師這樣子有可能開低走低嗎 當然也是有可能 所以說你要遵照主力的夜水心態 所以9點20分跟大家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個標標準的多 這樣有沒有輕鬆120點 有沒有每一個禮拜去掌握至少千點的夜水波動 所以說全班衛360搬家半價的夜水優惠佛洞 我還是老外去 先驗證 再驗證 不要老是被那一些話術鎖騙的 每天買最低賣最高 連我家這隻滑鼠 他都有辦法買最低賣最高 老師這好像不是滑鼠 這有觀眾眼見說 孝士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啊 其實時間比較長 因為今天我們提早來錄 沒有沒有 這是這個這個是Sony Sony Sony Sony的話 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是以前的汽車的音響 你們年輕一輩可能不知道 以前汽車音響 他鑽進去之後 他有個汽車面板 他有個面板 那個面板 當你車子停完之後 那個面板是可以拆下來 拆下來剛好放在這盒子裡面 音響的主機在裡面 可是面板的盒子拆下來 老師為什麼面板盒子要拆下來 因為很簡單 防盜怕被偷嘛 所以說面板的盒子拆下來 那現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所謂困擾 沒有這樣的困擾 而且我們開的兵力又不是這樣的困擾 所以說不需要這樣的一個所謂模式 所以說我就把他拿過來 裝我的遙控器 那我是老壞句 再一遍 10點44分的時候 有哪一個人跟你預告332 來自己看清楚 自己看清楚 時間它是沒有辦法造假的 所以說史上最大的一個所謂優惠 想要換房子 想要開名車 住洋房的 好好把握我們全方位360 史上最大的優惠 差一天差很多 你昨天辦好入會手續 今天120點 真的超級無敵輕鬆 超級簡單的 那你說呢 接下來這個行情到底該怎麼看 今天的外資 外資他在期貨部分買了129口 選擇權部分賣了2899口 我先給一個結論 標標準準 沒有出席的做法 來給大家看結論 這是今天下午的1點38分 1點38分 來看到時間 看到時間握圈起來 1點38分 1點38分的話 我在Telegram裡面 我就很清楚的 按你們的Telegram的部分 PRO1018 我是在1點44分 我再一遍 你今天你所要找的一個老師 他是要有邏輯 要有看法 不是那種空氣單 不是那一種 跳空開低 波段空單續報 是跳空上漲 波段多單續報 那種騙子 你要找一個老師 敢去講一個所謂方向跟行情 就今天在10點40分 我也沒有很清楚跟你預告 332要開始上下震盪 那有沒有完完全全命中 要在今天1點38分的時候 我就很清楚回答 我所有的一個所謂會員 我說台積電的一個法座位 因為現在時間2點26分 台積電法座位怎樣 我不知道 我告訴過各位 台積電EQ的財報 非常非常亮麗 這是我知道的事情 可是他的展望會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 應該跟大力光差不多都不好 不好了 EQ很好 EQ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我明天就知道了 還要等明天嗎 等現在好不好 我敢去跟你解盤 有哪一個老師敢這樣跟你解盤 來 台積電不會變成法會 因為他今天收盤是大於關鍵 收盤大於A7 解完了 解完了 明天就知道了 好明天就知道了 來來來 那麼 所以說這是你要的老師 你不要去選一個 每天看圖說故事 要看圖說故事 你自己選就好了 所以這麼好的AOS頻道 記得介紹給你朋友 那同樣的股票的操作 也是一模一樣 來國劇 剛剛我有跟大家預告 收盤大於A7 來慢慢講 那基本上你能找到一個老師 我講講白了 最近有很多投資老師 他們很喜歡看我的節目 你知道嗎 跟我家的狗一模一樣 看到我這邊跳跳跳跳跳跳 那想模仿我 我講講白 那模仿不來的 因為到今天 應該沒有人敢跟你解國劇了 昨天國劇每一個人 看到國劇 我們真的賣這麼多 然後早上的空訊 隨便用假的空訊 可以講說恭喜國劇 我們賣在最高高點 都用騙的 真的很多投顧老師 因為心悍肺炎的疫情 你們正要慢慢學老師 那我請問各位 我們怎麼操作的 你也找到一個老師 一檔股票講7個月的時間 不管包括1月6號的跳空 GDR的一個所謂利空 不管包括2月25號 然後又開始崩盤 尤其2月25號最精彩 在2月中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預告 我說2327的越水國劇 他一定會回補GDR的缺口 結果不只回補GDR缺口 他還創新高 就來到2月25號的那一天 當每一個人跟你講說 國劇多好多好的時候 我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我說絕對不能買 因為他的收盤是小於一個所謂A7 再同意我的越水做法很簡單 假設我今天 我的國劇收盤大於A7 那明天假設台北股市跳水 而且大盤主利息太多 你一定要試價趕快買國劇 那同樣 如果國劇收盤是小於一個所謂A7 如果說隔天的 你看到國劇又有MLCC漲價的 葉水利多 跳空開高 你要馬上送給他 所以一檔國劇 一檔國劇 從7個月的時間 總共的葉水價差 高達將近有1200塊 而且甚至於 還劃現給國劇總 每一趟的交易 不管包括2月份205塊 3月份406買426出 412買436出 我都會背了 因為這是我們時序上面的一個操作 381買394出 多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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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57塊錢 406買426出 412買436出 然後381買394出 這樣加起來剛好57塊錢 你的選擇是什麼 再一遍嗎 為什麼不想參加頭顧 因為頭顧老師只會做多 不會放空 為什麼他只會做多 不會放空 因為頭顧老闆告訴他們 你講放空也收不到會員 我更不在乎這東西 我的會員來市場上 他的目的是為了賺錢 那我問你 你的選擇是什麼 如果我是你 我會選擇一個多空雙向老師 那明明知道國劇會大跌 為什麼不去放空 而且還死報活報 因為很簡單 他們沒有主力心態 他們不懂得如何計算 多空的防守價 所以金融大跌頭 你難道都沒有學到 任何寶貴的一個水東西嗎 所以說那時候我們放空國劇 放國劇一路空 包括國劇一金光 829有全年3260的 一手的威鋼 249的華新科 放空 放空241塊 241塊 在家做多分298塊 包括華新科 包括什麼愛普 包括三四流 玉金光全部空 全部空 3月20號補空反手做多 沒有做多補空補空 因為主力心態 油空轉多 3月20號國劇往下跳水 然後做多做多做多 先做多 再放空再做多 好讓你知道 4月份300 3月份400塊怎麼來 時間不夠 講快點講快點 來然後327出 好這樣350塊 然後這邊310 然後327 然後327 然後直接處理玉金光 玉金光420塊 420塊 那我問大家 我贏大家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這一個月國劇 我們的價差也高到183塊錢 183塊 10張180萬 為什麼 那為什麼玉金光價差420塊 10張420萬 因為我贏大家 我有主力心態 所以說不要這種靠腰說 你做股票沒有做期貨 所以說你的老師告訴你 股票擺中間 期貨擺旁邊 白癡啦 不好意思 這句話是很嚴重 我講是40 我講是40 420塊對不對 然後再預告國劇主力心態也是多 華益哥主力心態也是多 多多多多 350再33 然後這邊呢 這邊又16塊錢 剛好400塊 所以說上個月總共400塊的價差 國劇先做多 再放空 再做多 先做多 再放空 再做多 價差高達400塊 然後4月1號國劇 國劇這樣又76塊錢 76塊錢再加60塊錢 好60塊錢 環球機沒時間講了 沒時間講 環球機沒時間講 來來來來來 國劇 然後331.37 331.37到338又7塊錢 所以60加76加7塊錢 總共143塊 143塊錢 然後4月15號 4月14號 4月14號 前天還在買國劇 又把國劇買回來 336到359又賺了23塊錢 所以一檔國劇這樣加起來 加起來 那昨天又一趟 昨天加一趟 所以說這樣45塊錢 45塊錢 昨天 昨天國劇大力空 昨天國劇大力空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 昨天跳水 跳水 跳水往上拉 我一樣跟你預告 國劇收完蛋 其實這樣45塊錢 所以這樣總共加起來 188 45加143 總共188 現在是月中 月中 如果加玉金光 再加上68塊錢 那已經超過 已經超過 好 來 繼續 很快 過去績效 老師講慢一點 過去績效 麻煩自己看重播單 後打電話進來 看 要看對賬單也好 要看抗訊單也好 這是一般投顧老師拿不出來的 看績效 來 建設我們創新高 建設我們創新高 165買進 到211塊 46塊錢 三支漲停板 老師建設太貴了 好 建設太貴 好 來的 再一大股票 2458 一龍店 有沒有創新高 2458 一龍店有沒有創新高 建設 你告訴我貴嗎 貴嗎 貴嗎 一張要16萬 啊 16萬 現在變成21萬 好 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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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一龍店 一龍店 創新高 這張股票 我跟大家講的多久 我跟大家講的多久 3月25日就跟大家做一個所謂預告 茂林這樣子也高達兩張 所以包括353年金像光 現在也在高檔做一個所謂震盪 那奇力心 昨天有沒有亮燈漲停 這都不是事後講的喔 你麻煩 奇力心是昨天漲停板 麻煩你看前天 麻煩你看前天 看大前天的重複帶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24567星 有吧 有吧 好 來 所以說當一個頭部老師 就只能跟小丑一模一樣 跟一隻狗一模一樣 在那邊跳跳跳跳跳跳 看到主人在那邊跳跳跳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是別有用心的 狗是不會別有用心 狗是永遠對主人的忠貞 講錯了啦 我家兩隻狗 不要說對主人忠貞 狗永遠對食物忠貞 你只要有食物 哪一隻狗想不被誘惑是很難的 狗是什麼東西就吃 我家那隻米格魯 現在不是柬埔寨蝗蟲很多嗎 我應該派我家米格魯去 他是超愛吃蝗蟲的 真的啊 然後有時候晚上大家去公園散步 我家那把因為蟬 那種蟬 快要死之前 他們晚上不睡覺到處飛 然後撞到燈就掉下來 撞到燈就掉下來 狗就在地上這樣撿 很殘忍的 我覺得很殘忍 因為蟬快死之前 他晚上應該睡覺 可是因為他已經快要掛了吧 所以他會在那邊看到 只要看到有日光燈 在那邊跑 然後跑碰到燈 燈管就掉下來 然後我家狗就在那邊吃 補充蛋白質 蝗蟲啊 蝗蟲啊 然後蟑蟲啊 然後什麼都吃 反正什麼都吃 那我告訴你 我真的很善良 青蛙跳 我就踩煞車 踩煞車 我會去 我會笑意看他跳走了沒有 沒有跳走的話 我會把他搬走 搬走 蝦蚓在馬路上走 我會馬路上走 我會趕快把他挖 蝦蚓很難抓 很難抓 又怕把他弄受傷 因為你不把他弄走 太陽一曬 到時候螞蟻就變螞蟻的食物 沒有啦 我是覺得 我就覺得我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好 因為不要說一樣的好 就說對每一個人都很好 因為我覺得 就好像有些老師 他會凶客人 那叫促身 那促身 收人家錢不辦事 然後他說 你軟體自己跟不上了 那你軟體事後改的 客人怎麼跟得上 那叫促身 我講人家要促身 那你又下地獄了 我是覺得人生在世 我講坦白的 我們都為了混口飯吃 不管我是開兵力的 不管你去騎腳踏車 那又怎麼樣 反正人到最後 都是一樣 一樣都在地下 都在地下燒掉而已 所以說 這是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很愛 我都喜歡我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我對每一個人都非常非常善良 我不會對任何人耍心機 我只會對那些垃圾投股老師耍心機 因為他們實在太爛 好 這樣夠了 好 先時間比較多 來 解國巨 解完了 解完了 外資昨天賣了9784張 然後投信Domestic買了2534張 那我只要告訴你 國巨現在還在走收電形態 可是今天收盤大概A7 最好明天能跳空 跳過空網架 那空網架到底在哪裡 那你說老師 如果說明天 因為台積電法說會真的變法會 開低 那國巨也會走高 我先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要是這樣的資訊 你要是這樣的老師 更重要的 這張股票來不及講 然後這張股票 今天我們講的 你看目前大阪主席心態多 我說我買這張股票 來 先看 先看這邊 然後再看 然後再看我上面的圖 結果有沒有噴出去 有沒有噴出去 這張股票 他是做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子的零主件 不是被動券 而且不是高價股 這樣你們要高興 不是高價股 真的保證不是高價股 真的是物美價廉 這個關鍵零主件 我講坦白的 中國也搶著藥 美國也搶著藥 因為大家根本做不出來 只有他做得出來 好 我這樣講 我這樣講 你慢慢去找 我講不是被動元件 也不是面板 也不是D-RUN 都不是 他是電子零主件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元件 自己看 我們9點20分介紹完之後 有沒有一路噴上去 有沒有一路噴上去 老師掌上去才介紹給我們 不好意思 會員有時候我們要照顧他 我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告訴你 那現在我反過頭來問你 你有買過義龍店嗎 你有買過國具嗎 你有買過3653建設嗎 那前天我跟你講說 我還在買國具的時候 你前天為什麼不買 昨天也可以買 昨天一開盤說國具跳水的 就跳水之後有沒有往上拉 有沒有往上拉 有嘛 那你自己不敢買 那我都有跟你講說我買 我都有跟你講說 我國具跑打去了 算了算了沒時間了 我都有跟你講說我買 你不敢買 我也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說你如果說好 你說老師我真的不知道這場股票 我真的很想知道 搞不好有倍數機會 搞不好有倍數機會的 02 2392 3988 不要說我沒有幫大家 少了百萬的夜水電視成本 藉由主力心態 你每一個禮拜去掌握千點的波動 反敗為勝 真的有這樣難嗎 更重要的 學習主力做手的夜水釣魚技巧 有沒有讓你日日有進財 有沒有讓你每天都是 Happy Day 所以說02 2392 3988 保持我們這樣的善良的夜水行徑 戰到最後一兵一組為榮耀而戰 02 2392 3988 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給大家史上最大的優惠 改變網絡 播動一下 讓我玩下去